随后我们又对现场无证进行搜集 搜集到大约几十块碎片 通过碎片上的字母 我们初步判断 这是一辆两轮红色亚马哈摩托车 确定肇事时间和锁定车型 目的就是要在监控里找到闲人的逃跑路线 和可能藏匿的地点 可事发路段发生在乡间公路没有监控 这让案件又陷入了僵局 肇事者逃逸 而此时120人员已经确认被撞的老人 抢救无效 不行身亡 民警现场调查除了一些摩托车的碎片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可利用的线索 案发地附近还没有监控 要到哪去找这个罪魁祸首呢 可是这起逃一案仅仅过去十几分钟 又一起交通事故报案 让办案民警觉得 还真是踏步铁鞋无觅处 那人就在不远处啊 在处理这起摩托车肇事逃一案的同时 东周交警大队又接到了一起事故报警 而两起事故相邻的距离仅仅不到四公里 这个中理长到达现场以后 就马上打电话跟我汇报 说的这起事故呢 他出不看 就是应该是一起轻微的刮伤事故 但是这起事故呢 摩托车驾驶员额头举脸部有伤 并且非常严重 还有的摩托车前部损伤力也特别严重 不像是这起事故造成的 仅仅是一起轻微的刮伤事故 却让摩托车驾驶人的脸部额头全都受伤 更奇怪的是摩托车上多处欣赏 但是现场却找不到一个碎片 这让民警断定 这台摩托一定是在不久之前刚刚发生过事故 这个车颜色型号包括这个驾驶员头上的嗓 这些东西都跟那个保安人提供的这个线索基本吻合 这个时候咱们才有怀疑这个车是不是第一起事故发生完了以后 穿完以后在跑的过程中又发生了 跟救护车发生了这起事故 虽然男子对于自己两次肇事实口否认 但是民警通过第一起事故现场留下来的碎片 与眼前的摩托车进行整体分离实验 结果有几处碎片完全吻合 整体分离实验是什么 这个拜碎了 把他俩对了 这是有唯一性 就是你拜140千米不可能 那差也不可能一样 就是整体叫整体分离实验 这样就是非常吻合的 就是肯定能百分之百确定就是他 在研发变确定的